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性生殖系统的感染 盆腔炎性疾病或在胚胎的早期出现了严重的其他类型的感染 比方说疯诊 炮诊和聚细胞病毒的感染都可能导致胚胎的停育 第三 内非密方面的异常 怀孕的早期出现了黄体功能的异常 会导致胚胎的流产或停育 女性免疫方面的异常 或男性抗精子膜抗体的异常 均会导致胚胎出现早期的停育 还有女性凝血方面的一个异凝状态 就是一个异酸症 女性的异酸症 凝血障碍 也会导致胚胎的停育和流产 女性的异酸症 凝血障碍